跟着老冯去吃肉 今天咱来到通州小楼饭店 今天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小妹妹的身份 身份 这个是北京电视台美食节目的主持人李谦拉 今天来到通州 我要请她吃一顿通州的三宝 其中一宝 通州的三宝我先说说是什么 小白楼的双鲸鱼 大顺哉的糖果肉 先元的辅鲁 刚才我说通州有三宝 但是他们店里边还有三宝 套娃一样 今天来了一个套娃是吧 这个三宝是椒烧鲸鱼 交溜鸽子 还有一个交溜肉片 三道菜是扑一个味儿 那咱们今天就把他们家这三宝都尝尝 好 小楼的三宝之一交溜肉片 外面一号好尝尝 这上面还放了一点这个 这是姜丝 你看看外面这层勾芡的还挺好的 很透亮 虽然外面包裹了一层这个糖汁 但是吃到嘴里的时候没有那么甜 而且它里面这个口感特别酥脆 这里边最主要是这眼口压得好 你看咱吃到嘴里边这种肉的焦香脆 香小酸小甜 但是你回口你还没有这么像吃这个糖醋口的 它回口这种咸香味还有 这个菜要经过三次炸制 第一次定型 第二次炸透 第三次油温是最高的 要炸酥炸脆 每一次的这个作用还都不一样 对 这里边最难的就是调口 就是这口拿着要准 没有那么甜 然后又把这个肉香提出来了 所以这个口确实应该是经过反复的调制 才确定下来这么一个中和的味道 肉呢你要是甜度大了呢它会腻 你要是说没有甜口呢 就是光是咸鲜呢 吃的就是老是差这么点滋味 小楼的第二焦焦溜鸡 这个看上去有点像那个小油条似的 外面浇了一层这个焦汁 我以为它里面会变得有点软 没想到吃进去之后 还是有那个酥脆的口感在里面 对 这个口跟那个口又不一样了吗 果然各有各的甜法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甜可以说是很淡了 基本没有太多的甜 净乎吃不出来了 对 反而是那种酱香口会多一点 这个菜实际上是一个纯素的菜 我平常很少吃素 但是吃出种肉味是吧 是不是 这个菜你要是配合着这个焦溜肉馅吃 非常有感觉 对而且真的我刚刚越嚼越往后 我真觉得有点那种我在素食餐厅吃那个 看上去像肉菜一样的感觉 田哥 来来来坐坐坐 田老师亲自上菜了 那就不能让你走了 咱们那边坐这 这道菜叫焦烧鲜鱼 咱们通州的三宝之一 三宝之一上了 这可是这个店的正面菜 也是你想偷学的是吧 今天我就是为他来了 先炒炒 我都快要馋死了 这道菜是咸的 外焦淋嫩 而且这个鱼肉的鲜味也很明显 对 这个菜也炒了一百多年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女孩吃 因为你看就是一点刺没有 对 可以大口的吃鱼肉 这道菜以前的做法是带着刺的 后来我来了之后 就把这菜提升了一下 那就把刺给去掉了 就是老人呀 碎碎碎的人都可以吃 他不会被扎着 口味还是延续了 过去老的传统的技法一点没有变 田哥您得套路套路 这个焦烧鲜鱼的框条技法 好嘞好嘞 我给大家说说 这个鲜鱼 咱们从运河里捞出来之后 在鱼缸里边养那么三到四天 因为它有土腥味 养几天之后 它把里边那鱼的泥味都吐出来 还得经过腌制搁点胡椒粉 胡椒粉不是去腥的吗 搁点料酒盐味精 腌那么四到五个小时 咱们再裹上鸡蛋清 再搁上绿豆淀粉 玉米淀粉 2比1的比例 再把它护挂上 下火炸的时候是非常关键 油温不能低了 油温要低了之后 它就脱皮了 先定型 定完型之后 咱们三上三下 这道菜大概做出来 得25分钟左右 三上三下是哪 就是在火上炸完之后 油温热了之后 就得撤下来 最后一次呢 把这油温升高 升到将近180度左右 炸成金黄色 用汁呢 就是用酱油料酒 盐 调着汁 稍微给点糖 你看这三道菜 每道菜有每道菜的口味 不一样 那个是小甜酸口的 这个是咸鲜口的 这个是酱香口的 大家伙等着吧 我上后厨去偷偷的去把意义学会了 等我回到咱们的工作室 我把这道菜复刻一下 交给大家